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我找了另一位朋友來 因為姜濤4近來心情一般 不知道什麼事一般 遲些再告訴大家 這位朋友其實 平時我拍片都有幫忙 他也是一個音樂人 本來在演藝學院裡過的 你介紹一下 是啊 我是Vincent Vincent 以前其實是一段影片出現過 有沒有聽過姜濤的歌 馬上不知道 但你感覺到他那陣子的戲有多強 不是太強 太強了嗎 路過公眾地方都是播他的歌 基本你是一個香港人 我想除非你是七十歲以上 不是七十歲以上都有留意 我媽也有留意 我想你去到八十歲以上才沒有留意 其實姜濤每一刻都有些新聞 我才忙忙我才沒拍 其實有一樣東西我都很想說 例如說說私追那件事 你知道什麼是私追嗎 知道 知道吧 因為姜濤半屋 半屋他都被人起底到他的日行中 真是挺嚴重的 我想說 他的事件起到什麼呢 起到愛迴家也有一集 說什麼追星的 即是愛迴家也要抽去水 TB也要抽去水 雖然有人說未必 現在有時才剛好 但不是 因為仙牌倉書那件事 愛迴家也有一集有關倉書試過 我覺得他有時的事 他根本是不看著時事 寫劇本 現在愛迴家 好了 我們言歸正主 說回這件事 即是私追 其實很多人討論過 但是 有一點 沒什麼要討論 就是 其實私追的定義是什麼呢 是不是任何情況之下 都是屬於私追呢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最近去到 姜濤的粉絲群組 他簡直說 喂 你們現在 不要說在家 在商台等他訪問也有問題 在商台站在門口的影相 全部都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 其實 何惠之私追 是不是在 即是他走去做訪問 你走去 在外面等他也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 C 說完C這個字 包括是私人的意思 是的 應該是說自己那些 住址 或者是一些 個人的 手機訊息 那些 即是比較 個人的東西 你說去港台那些 是公眾地方 追星那些 我不敢說 港台雙台那些 是否公眾地方 例如他 你站在VTV的門口 是否是一個公眾地方 對 追星一向都是這樣追 即是正常的 即是我覺得 即是 因為他最重要是沒下班 是否 密認 即是他去做訪問 那些都是上班時段 一會兒的地點 不是那個星的私人的住所 哦 這樣的意思 即是私人的住所 其實已經是牽涉到 即是 已經是騷擾到 那個人的私生活 那倒是 即是最初我嚇到我 以為去商場 去唱完歌後門等他 都是私追的 有些粉絲有點矯枉 所以你覺得這件事 不是很嚴重 但其實你正常來說 你覺得 有些人覺得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其實都如你 24小時按call 要付出出來 就像法哥一樣 逛街 人們要簽名 或者拍照也要去做 你怎麼看 是的 即是紅德的話 就預計了 是有很多隱私 是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一些自由 不過去到踩界 即是家附近 這些是專門做的 又不是很討厭 不是很和法哥那些野生捕鑊 是的 野生捕鑊 那些是不牽涉到他私人地址 如果私人地址 已經被人找到 那些粉絲去賣 已經是踩界 所以姜濤才會有這麼大的意見 好了 講起姜濤 除了近郎 人們每天都在私追 因為你見 連愛門家都要做一集去抽他的水 但原來姜濤還有很多東西 被人找出來說 例如 姜濤 原來他讀到中三日絕學 然後有人開始有研究 究竟這些藝人 太早入行 都未畢業 會有問題嗎 其實又不是很大問題 80年代的影帝 影后 很多都是學歷不高 中五未畢業過 大把例子 其實通常都是中學畢業的 不過那個年代中學畢業 當年完成了 你知道那時候 其實大學只有兩間 大家現在覺得整件事 應該要提高一點 在我印象中 哪個影帝 梁慈威其實都是讀到中三就絕學 跟姜濤情況一樣 但他們那個年代 中學畢業都還是很普遍 現在是大學開始 就算不大學也讀到副學士 不過學齡這件事 跟他的專業 又不是成正比 不是學歷越高 他的演藝能力就越好 那倒是 即是誰呢 陳慧咸 他那時候 唱到千千歌曲 已經拿到我最慶愛的歌曲獎 很受歡迎 突然間又說 去外國讀書 但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 他讀完大學回來 他不是去做他自己讀的東西 他回來想做歌手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如果當日陳慧咸 如果不是離開的話 葉思文未必容易取得最慶愛的歌手 他紅的程度 當時是跟葉思文和林英寧有得固定的 他不離開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有機會比他們紅 但一離開後 就沒辦法了 去不回聲勢 但最大問題是他可以當歌手 其實娛樂圈和創業一樣都是說貪名 其實貪名是很重要的 對 因為出道就是 例如《造星》 可能今屆是可以的 下一屆未必可以 甚至沒有這些平台 例如說起《造星》 我們現在還沒有叫KOLA 有人覺得他有些成員年紀太大 例如你看看這雙韓國大媽團 這個節目好像是素人 有人扮韓團 你看看他們都好像30宗 平均30宗 但有人說這雙韓國大媽團比KOLA還好 為甚麼呢 他們說又鬆一點小蠻腰 又閒一點性感 樣子又不錯 他說這雙韓國大媽團還有賣點 你又覺得這雙韓國大媽團 會不會吸引KOLA 其實KOLA的樣子未必夠韓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媽 可能是中女 或者是三十歲以上的樣子 我也沒有看 但是KOLA 本身的風格 真的很一般 我覺得 但他已經扮成韓國那一款 你覺得很一般 這樣就模仿別人 但沒有了自己的特色 而且外形是海選選的標準 評判的品味 或者真的沒有那麽多 好像韓國那麽多人 可以給4000多人 他已經4000多人去面試 算多了 因為以前我記得新秀 好像是3000多人 他還要多新秀1000左右 多了那麽多 但不是香港人的基因退化了 這麽嚴重 真的沒有選擇 即是沒有選擇 他選出來好像沒什麼 很假 相比隔離台 即是那對Aftercast 炎薇熙的那一隊 你跟KOLA比 你多看好Window 照計KOLA的條件好一點 起碼口碑好一點 它的口碑 因為它的曲種 起碼跟韓風 TVB被人說是在做20年前的TWINS 尤其是姚卓飛的靈魂伴侶 MV中還有一把文初的女學生 為何將一個15歲的女生 打扮跟以前的汪明荃 驚慌充滿時的造型差不多 大台致敬自己 自敬自己 同環加起來 KOLA出了兩天 這首歌已經有100萬 以及他們的IG 都頗多人 Cantel現在是最多的 她都是10萬的追蹤者 但他們有些已經20萬 如果我沒有記搭 KOLA是自己的那一隊 她也有一個IG 有20多萬 起碼最少 但我經常覺得 AfterCast的TVB是臨時製作的 都不是專程製作的 因為她也沒有宣傳 那個Official IG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個名字是Official IG 只有幾千 哈哈哈哈 真鋒 還有TVB 前文字答案 哪有真理人 去追蹤她的網 其實有的 但有時候有些要找人管理 但如果管理不到 管理不好的話 近來MIRROR都被人罵 說她的IG小編 要令花姐走出來道歉 整體來說 你都會覺得KOLA應該優勝一點 是的 我看他們的代言都會拿得多一點 好 我突然想起這件事 男團的粉絲是女性 其實女團的粉絲究竟是男性還是女性 有男有女的 不過從男粉絲去追星 迷女的女團 其實我想不是整隊 可能是Target中某一兩個來FF 就不是這樣 就不是好像 是的 現在MIRROR都是幾個特別多人FF 還要某一個 大部份女性都是FF那個人 你們不相信 你看我的留言 你們會留言 你們FF哪個 快點留言 你就會看到哪個最多 如果當它KOLA和MIRROR來計算 平均的 顏值 是男團高一點 老實說 有時候我想說MIRROR 現在的上下姜濤 都是22、23度 男性最貌性是30度 有段時間去玩 是啊 女性可能20中打後 就好像回落 回堂 提到MIRROR 我還看到一則新聞 很有趣 沒有它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人 MIRROR和Beyond比較 可能現在已經稱霸了組合 要拿最典堂的組合來比較 你怎麼看 有人夠膽說MIRROR MIRROR的人氣 厲害的程度 當年Beyond也去不了這個級數 Beyond是樂隊 其實很少種 如果要比 不如用四大天王加起來 跟他們比吧 其實樂隊是一個很少種的 在那個年代 現在的壟斷 其實是壟斷的程度 就是好像當年的四大天王壟斷 還有一些情況 比四大天王還離譜 我看到網上賣了一個榜 他說是全民投票 真是全部都是網民投票 十首歌都是MIRROR 你全是大天王 最霸榜 最霸榜的MIRROR斷電力 反過來 我想起 Beyond的告別演唱會在2003年 好像是大致上的時間 因為那時有首歌叫做擴展20年 他的告別演唱會 Beyond其實只是開了六場 其實有些人說 Beyond的歌曲是比別人紅的 當然啦 網上有些人都說 在那裡比較 MIRROR 你有一首歌 好像《可闊天空》那麼Hitman 你有一句歌詞可以比 原來我只一生不饑風中愛自由嗎 這句歌詞跟他比較 有人說 MIRROR 今天紅 你二十年之後是不是都那麼厲害 二十年之後才知道 他們可能會單飛又好 或者還是一個組合 或者他們最極的還未出 對 他們的技能都會升級 對 而且有時 他紅到的程度 現在要跟他差不多名字 才有個聲勢 即是ERROR COLA 我一直跟人說笑 其實SEA OSTAR不是叫SEA OSTAR 是叫COSTAR 即是合起來 是不是跟MIRROR的名字差不多呢 例如Dear Jane 有人說 Dear Jane又差好藥 不是 Dear Jane 同一隻Dear My Friend 她的朋友其實也是阿J 即是要黏他們的人才能放上去 要抽他們的水 對 對 當時我想想想想 當年Beyond 你想想想 當時 家區過身的時候 她跑到日本出事 其實當時香港也不是發展得很如意 才去日本 你想想 90年代 那時 李克勤被稱為第五天王 那些人都覺得是梅 是不是很可憐 全國第五個最紅的人都覺得是梅 香港市場不是這麼小 你想想 所以 Beyond 都算是這樣 當時李克勤 人生最紅的那首歌 紅一 都入不到那些十大金曲 十大景觀金曲 海闊天曲 就是剛剛拉到車邊 進去 所以現在MIRROR都霸了磅 其他歌手的歌 都入不到磅 是啊 所以有時候 看看如何相比 其實MIRROR有MIRROR的紅法 Beyond也有她的厲害方法 因為Beyond基本上 之後就越紅 其實有些歌手有些組合 他不是出到頭十年是最好賣的 很簡單 是誰 洞督笑退休 王子華 你想想他最後那一場洞督笑 他又是1991年第一次做 做到2010幾年 我忘了是2017年18年 是最後五個錢 金盆朗口 洞督笑了差不多幾年 都有三十年 三十年才是最高的場數 28場 都是忍退 忍退 忍退就特別多些人光顧 告別作 告別演唱會 告別show 好了 我們還有什麼想補充 再說一下 沒有補充 差不多 差不多 好了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好 趕緊拜拜 拜拜 拜拜